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三星堆為止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 分佈面積大約12平方公里 據中共政府網報報導 4月19日 李克強來到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視察 在聽取了現場負責人介紹後 李克強表示 考證文化根密目的是為了頂身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 通過考古使沉積深厚的優秀文化不斷發揚光大 他還強調要發掘好、保護好、研究好三星堆為止 這不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沉睡數千年一醒驚天下 1929年春天 農民煙道成父子在逃進小溪時發現大批肉器 從而揭開了三星堆的神秘面紗 自1934年對三星堆首次考古發掘以來 而先後進行了37次考古發掘 最新發現的6個三星堆文化燕麥坑 目前已出土金面具殘片 巨青銅面具 鳥形金色片 青銅神樹 精美牙雕殘件等重要文物五百餘見 還有更多國保重器正是等待重見天日 三星堆所處的四川盆地 東邊有中原文明 長江中下游文明 西邊通道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 與中亞、西亞都有聯繫 中國考古工作者認為 三星堆的考古新發現 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見證 三星堆文明處於北緯30度 這一區域被稱為世界上最神秘的緯度 很多未解之謎、神秘事件、靈異現象 都發生在這一區域附近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 其得已有神秘 具有高超的工藝水平 這些它現今三千年至五千年的文物 一些工藝即使在現代也是很難實現的 可以說是顛覆了現代人的歷史觀 如青銅眾目人像 其造型十分誇張 一對眼睛呈圓柱狀向外凸起 凸起部分長達16厘米 兩隻耳朵也異常的大 人像嘴角上揚 臉上露出一絲神秘而詭異的微笑 有人說這尊人像表現的是神話中的 具有千里眼、順風耳的神人 1986年 三星對2號製自坑出土的一尊細兒膏 容貌於華夏文明回夷的青銅大蠟人 穿著一件燕美服飾的袍 光著腳 站在一個高高的底座上 雕像整體高度為2.62米 其中銅像身高1.7米 這個是至今為止 世界歷史上發現的年代最久遠 最奇特、最神秘、最高大的銅像 被譽為銅像之王 大眼、龍臂、歡嘴、長耳 是三星對青銅人像的基本外貌 這個與正常人類的掌相有很大差異 人們不敢猜測 難道數千年前的中華大地上 真是有這種掌上奇特的異人生活在世上? 最新發現的半張黃金面具 與之前出土的黃金拳杖造工都十分精緻 然而 在三千多年前 四川不僅沒有黃金開採技術 連黃金也練技術也沒有 眾所周知 黃金的溶點高達攝氏1064度 而普通木炭一般在攝氏900度左右燃燒 只能溶化青銅 沒有可能溶化黃金 那麼這些黃金是從哪裡來呢? 又是怎麼製作成工藝品呢? 這些都是謎團 三星對為止在1986年曾有個驚人發現 當時出土了1,700多件青銅器、玉器等 這些文物高超的工藝水平和展現的文明 對人們的無神論觀念形成了不少的挑戰 中共官方當職停止挖掘 事隔35年後 在今年3月20日 官方先在大規模重啟了對三星堆的挖掘工作 近日首次亮相的3號青銅神樹 在青銅樹座之上 三根主樹幹成麻花狀 旋轉著向上生長 樹幹上的青銅樹枝向一旁伸展 樹頂上站立著三座人手鳥身的神像 美部書展 美陵高橋 青銅神樹上的人面鳥身神像 在山海經中有記載 海外東經中是這樣寫 東方巨望 鳥身人面 成兩龍 巨望是春神 主管樹木的生根發芽 根據一些先秦古籍的記載 太陽升起到太陽落下的地方 都歸巨望掌管 這棵高約1.1米的3號青銅神樹 在35年前就已經出土 現在專家們正開始對其進行復收工作 參與發掘工作的考古專家認為 這棵神樹的造型 與上古神畫中 太陽漆色的扶桑樹十分吻合 山海經大方東經中寫 湯谷上有扶木 一日方寺一日方出 皆在於烏 漢代文學家東方索根據歷史記載 在海內十周記中這樣描述扶桑樹 樹兩兩銅根偶生 更相依耳 是以名為扶桑 當年前已在三星對博物館展出的1號青銅神樹 是鎮館之寶 這棵高達3.96米的1號青銅神樹 也與扶桑樹極為相似 1號青銅神樹由樹座和樹幹組成 一共分為三層 每一層都有三枝樹枝 一共是九枝樹枝 每條樹枝上都站著一隻神鳥 九條樹枝一共有九隻神鳥 樹幹上還有一條倒垂的龍 好像從天而降一樣 樹的最頂端處殘破不存 人們猜測可能也是一隻神鳥的造型 據山海經海外東京記載 玉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獄 在墨赤北 居水中 有大木 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 意思是 湯谷這個地方生長著一棵扶桑樹 十個太陽就棲息在這棵樹上 一個太陽剛剛回來 另一個太陽就起來出去 十個太陽都是由金屋所背著 三聖堆出土的青銅神樹 讓人聯想到 山海經中所描述的神話故事 可能並不是所謂的傳說 或者真是歷史上存在的東西 所以才會有這些文物保留下來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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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